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6至7成左右 所以女士去健身室或做肌肉训练 首先不用太担心 做完后肌肉长成健康 而面前的肌肉不好看 和腿 从事文职的Honey 一个星期做足六日运动 每次都会做一至两个小时 当中包括不少的负重训练 他更加会参加健美比赛 看着他现时的身形 你或许未必能想到 Honey在几年前 跟不少女孩一样有一个微半的身形 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通 偏肥小半的女孩 但不是粗肥的 但看上去你会觉得 这个女孩也挺胸壮的 那时是多少个 那时是58个 Honey在五、六年前 已经开始有运动习惯 那时他会做瑜伽和跑下步 不过在2018年 他因为失戀就放纵饮食 还常常喝酒 结果胖了不少 直到一年多前 他决定试试做负重运动 锻炼自己的肌肉 就是我做瑜伽 做到一个樽颈位 还有跳舞 跳到一个樽颈位 为什么我不可以再进一步呢 我考核 我和很多老师聊天 他都说你力量未必足够 那我就去试试做瑜伽 除了做运动之外 Honey也很注重饮食 他说自己的胃不太好 所以需要小吃多餐 平均每隔三至四个小时 他就会吃一点东西 他会一次过准备 足够一个星期食用的食物 省下时间 饮食用做运动 一定要相关齐下 否则效果会反弹 了解自己 究竟我原先的歌声舞习惯 为什么会导致我这个身形 男女天生的生理结构不同 量性肌肉量和体脂比例 都有显著分别 红性荷尔蒙促进肌肉 生长的功能比较强 所以男性肌肉量会高一点 一般比女性多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女士的主要荷尔蒙 有痴激素和黄体酮 痴激素和脂肪积序有关 所以女性体脂率一般比较高 理想体脂率一般为百分之二十一至三十一 而男性理想体脂率就是百分之十四至二十四 体脂过高会增加幻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由于男性和女性的荷尔蒙 不一样 她们脂肪累积的形式都会有点不同 男士比较容易会有中央肥胖问题 心血管相关的疾病也比较高 男士和女士 一般来说脂肪分布的形式有点不同 男士普遍来说我们叫苹果形 就是说脂肪分布在身体中央 所以也比较容易中央肥胖 女士普遍来说我们叫苹果形 脂肪主要分布在臀部位置 这部分是受男性和女性的荷尔蒙影响 我上星期给你的营养目标 你认识如何?让我看看 好 今天我的早餐就吃了蛋白粉 我就会把它弄成甜品 Honey的生活态度 也影响了身边的朋友 Mike在半年前 开始请教Honey的饮食和做运动方法 两个人还会不时一起做运动 我就是觉得自己的体脂太高了 我之前有去坊间的体脂磅 是33.7 是属于这个粒肥级的 所以就想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还有我之前也很喜欢行山 行山时常都会弄傷 是因为我的肌肉量不够 令我下肢的支撑能力不好 也会经常咬柴 不要以为肌肉量多小 只是影响体型大不健碩 Mike除了会经常咬柴 他也会有背痛和寒背等等的问题 原来肌肉有很多重要功能 如果肌肉量太小或者太弱 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可以给到关节身体的动作 另外一件事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维持身体状态的姿势 很多时候是需要大肌肉 靠本身来说它的张力去维持身体的状态 因为膝头高退化关节炎 令到膝头高痛 其实很多时候靠强化 都可以减低它的病征 正记之余 很多人更加着重减脂 但是原来如果体肌太小 也有可能影响身体机能 所以体肌并不是越低越好 男同女来说 其实我们说 她必须要维持身体的运作 脂肪水平是不同的 女士一般来说是比较高 要胜到10至13% 而男士可以最低到2.5% 但是其实我们的目标 未必一定要去到最低的水平 因为其实如果过低 她是维持不了身体的运作 举例就是如果女士太低 有时她们会直接可以去到停经 有时可以去到骨汁疏松 或者有些直接可以影响到情绪 有情绪病 你好, 欢迎… Honey和Mike做了健身一段时间 这一天他们找来专业人士 可以看看他们运动的成果是怎样 他们先利用分析仪器 评估身体状况 而分析结果就显示 Honey的体肢率大约是10% 而Mike的体肢率就是26.5% 整体Honey和Mike的脂肪比例 都是属于中位 即是正常的比例 因为Honey主要都是一个 肌肉训练的运动员 参加健美的比赛 所以整体她的身体脂肪比例 就会略低 Mike来说就相当之合理 因为Mike平时都是恒常运动的习惯 一人拿一个 Honey和Mike跟着做一个手握力测试 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上肢力量 雷洪德说在手握力测试中 主要运用前臂法力 而前臂的肌肉量和上肢力量有很大关系 所以手握力成绩越好 就反映她的上肢力量越理想 现在发觉肌肉训练的益处 是对我们的一些预防慢性疾病更加好 譬如预防高血压 预防二型的糖尿病 这些效果 甚至比传统的有氧运动的效果更加好 雷洪德说进行肌肉训练的时候 会改善身体对血糖的吸收 减少身体储存过多的糖分 减少幻想二型糖尿病的机会 同时肌肉运动会增加血管收缩和血液循环 对改善高血压等的心血管疾病有一定帮助 肌肉训练有很多益处 但男士和女士做肌肉训练有什么要注意呢 如果你想练习肌肉长大的话 需要强度相对高, 做的次数少 这样的训练模式 就可以刺激到白肌纤维 白肌纤维的生理反应 就会员出来、长大出来的 如果你的强度相对低些 做的次数多些 你主要就是训练到红肌的肌肉纤维 它训练的效果就比较收场 男士和女士可以运用这个原理 达到自己想要的训练效果 雷洪德有提醒 除了做肌肉训练之外 也要让肌肉有复原时间 例如有充足的睡眠 才能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 下一节会有营养师教 如何在饮食上做到减脂增肌 大约30岁的Ray 他和很多男士一样 都希望拥有一个健石身材 但去年因为疫情关系 健身室开一下停一下 令他做运动的机会减少 再加上割了烟后 他的食欲也好了 所以也胖了不少 我当时去到80多公斤 其实臉很圓 我自己不是太感觉 但一拍照就很感觉 我觉得我很扣 而且不太想动 我不想到现在三十多岁 到四十多、五十多岁 病人可以出来的时候就改不了 防疫措施放宽后 Ray首先由运动入手 现时一个星期会做三至四日运动 当中包括健身、游泳、跑步等等 体重由最高峰的80多公斤 减到现在大约72公斤 我有计划过自己在上班前 可能用一小时去做运动 但这个我未成功过 所以我现在就用下班后的一小时 我一星期六日一定做到 其实我多找一天下班去做 不少男士做健身 都会集中锻炼上肢肌肉 因为健石的上肢肌肉 效果会更加明显 穿衣服也会好看一些 但Ray就有不同策略 男士当然喜欢胸背博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打算减脂素影的话 其实你要做脚 因为脚也可以帮你提升到 很大的新疹代謝率, 还有做腹 我培训了自己的习惯 就是每天晚上做平板支餐 在运动之余 Ray再控制饮食 他特别注重食物营养比例 例如他会减少吃油腻煎炸东西 早午餐会选均衡营养的食物 适当摄取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减少高脂食物 我比较注重在晚餐上 晚餐是你最需要介叠品质的 因为你不会太动 你晚餐之后 那二来就会比较注重 可能高蛋白质的食物 譬如可能三文鱼、鸡蛋 那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可以增倒肌呢 有注册营养师说 以体重计算 一般人可以考虑每天每公斤 吃大约1.6至2.2克蛋白质 例如以60公斤体重的人士为例 以1.6克蛋白质乘以60公斤 每天需要吃大约96克的蛋白质 如果一天吃三餐 即是每餐要有32克的蛋白质 可以打回九折 它们可以减少1至2克的蛋白质量 一餐要吃30多克蛋白质 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闪文青就建议 除了在正餐之外 也可以吃一些健康小食 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如果说说蛋白质丰富的小食 有方便的话 可以考虑吃一些比较低脂的乳酪 它每100克就有10克的蛋白质 它整杯其实有150克 也就是说一杯都有15克的蛋白质 即是说相等于我们两份的肉 那么多了 市民青说一些豆类食物 例如是这款黄豆制成的小食 每100克就有38.1克的蛋白质 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高蛋白质食物 可以在正餐之间吃一点 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量 但是它提醒 也不是吃得越多就越好 因为过量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都有机会变成身体脂肪 而部分望络健康的小食 同样可能隐藏高脂陷阱 坊间可能有些想减肥 或者健身的人士 就会觉得吃一些能量瓣 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因为可以代餐 或者是好像轻盈一点 但我们也要小心 看回它的营养标签 因为譬如有些的能量棒 它标榜它是低升糖 而它低升糖背后的原理 其中就是它加多了很多油分 它会令到我们吃的糖分 难一点去吸收 那便做到一个低升糖的效果 在中医的角度 一个人的肥瘦主要由脾气混化造成 若果脾气混化畅顺 就可以令人充满活力 肌肉豐盈 若果脾虚水深 就会引致过肥 在中医的角度里面 肥瘦其实是一种表现 它主要可能会表现 一些比较测重的人 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它就算这类型的人 吃很少的东西 因为它脾胃不好 所以它也会容易令到 它停留在身体里面 然后发生成为肥瘦 孔庆余说 脾虚多数由饮食不折造成 暴饮暴食会损伤脾胃 另外, 经常吃太多生冷肥肥的东西 都会令脾胃混化失常 导致痰湿停滞 形成肥瘦身形 在皇帝内经里面也说到 狗饿会伤气, 狗座会伤肉 如果我们经常不活动的话 我们气血流通得不好 也会妨碍水液的混痕 也会导致痰湿内身成为肥瘦 除了饮食和运动 中医认为 情治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型 孔庆余说, 皮在致为斯 如果思虑过度会影响气肌的正常运行 导致气屈气结, 继而影响脾胃功能 也会引致痰湿在身体积序 不过反过来, 过于瘦削都不利健康 瘦人多火 如果他是一个本身阴虚火旺的人 他就会容易出现一股恶瘦 譬如我们吃一些新辣 一些新草的东西 他就会伤害我们的阴液 如果这个阴液因为他受伤 不能够好好预养到我们的四脂八蟹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个过手的问题 中医师说, 阴虚火旺的人 因为胃中有火 但又因为脾胃的运化功能欠佳 即使吃了很多东西 也没办法将食物转化 导致身形过于瘦削 如果他是比较像人熬夜 或者很夜睡 晚上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去养阴液的用途 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 应该要阳入于阴 但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选择了不睡觉 我们的阴份不能好好预养的时候 也会化火 长育的一个消瘦的情况 任去火旺的人 他们常见的症状可以是心烦失眠 口醋烟干 夜晚渡汗 小便短黄 大便干几等等 中医师说 要维持合适的体重 必须要增强脾胃的运化 肥胖人士可以运用健脾去湿的药材 例如是腹灵和义人去调理身体 而脾起躁护心 所以尽量保持居所干爽 避免着味干的衣物等等 火瘦的人士 而有阴虚火旺的一个情况 在阴饰上 也可以复食一些比较滋润的食物 例如黄精、肉粥 除了中医的药材外 中医师也会用耳穴按压的方法 调理脾胃 有助控制食欲和体重 我们可以选用脾胃、耐分泌或三招 我们会用黄笔流行纸 这是黄笔流行的耳穴贴 我们会在我刚才指的鱼位上 我们会进行铺贴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 我们还要用手压下去 令它有一个轻微的痛感 才可以刺激到相关的穴位 一般来说 每次按压可以按压三至五分钟 中医师说 希望控制体重的人士 可以在饭前按压 有助控制食欲 他又提醒 保持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 有助提升整体的身体健康 对于希望调节体重人士有一定帮助 在节目完结之前 推介一款健脾去湿 适合脾去湿的肥胖人士调节体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